今年各地的国庆与庆,无人机面对表演的身影出现的频次不低,在深圳,八百架无人机在空中组成立体的大鹏鸟,四十的图纹,而且这一表演与灯光秀一起, 从国庆起一直持续到年底,十月一日晚,三百架无人机在广州珠江上拼出了第二座小马腰,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2018等图纹,十月三日晚,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,在热门景点南京也上空,用五百台无人机组成国庆快乐,文字举这位祖国母亲亲生,连带着给楼盘打了一轮广告, 近两年,无人机面对表演渐渐兴起,而进行这样的无人机表演,价格也相当不分,记者采访了解到,一场二百架飞机的小规模表演服务,报价在二百万人民币,目前,杭州也有创业公司在做这样的表演, 表演十分钟报价,二百万不久前,在杭州刚闭幕的云七大会,在夜晚的音乐节开始前,天空中变换着各种文字和logo, 阿里云,虾米,阿里巴巴,云七大会,201包,welcome 虽然在网上不止一次看到无人机面对表演,但亲眼看到还是会被震慑住,同行拍下视频发的朋友圈,有灵魂的无人机, 在云七的这场无人机表演,是由广东一行执行,是国内无人机表演的领头团队之一,一个月前,他们在厦门用一千五百八十九架无人机,创造了同组无人机临续组成最多队形,的吉尼斯记录,一行中国区相守总经理说,在云七大会上的表演,他们都有了二百架无人机,一共编成设计了六幅图形,在云七小镇二百架, 在云七百多米的高空上,表演了两个晚上,每次表演十分钟,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小规模的一场表演,正常的市场报价是一台无人机一万元,一场表演为二百万元人民币,记者在现场看到,大约十名工作人员,在大约四百平米的屏蔽上,根据提前规划的定点摆放无人机,一名工作人员在操控台盯着电脑屏幕, 做着最后的准备,在原定表演时间前两小时,天空突然下起了细雨,在场的人员继续着准备工作,十分钟后,雨渐渐大了起来,工作人员赶紧用塑料薄膜 覆盖上无人机,小雨和小枫都不会影响无人机表演,但终于以上不行,当晚的无人机表演,因为天气连后了两个小时,二百架无人机在电脑的操控下,按照编程设计的轨迹在天空中组成对应的图形,顺利完成表演, 为何无人机如此昂贵在微博上?一位知名航空博主直言,卖无人机不如搞无人机表演,这是中国无人机创业者的一大发明。 一行CEO胡华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也曾表示,飞行编队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公司的预期,甚至扭转了一行消费及无人机不盈利的颓势,2018年的表演收入预期可能会过亿。 今年五一,一行在西安古城墙前进,行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,结果天空出现论码,网友发出此次活动公开招标公告显示,无人机项目成交金额是1050万元,一台电脑控制的无人机编队表演,为什么添加收费? 记者咨询的一位业内人士,无人机编队表演有很多技术难点,由于普通GPS定位可能导致数米的误差,在无人机升空时,可能导致炸气、撞击等安全隐患,所以大多数之外无人机编队表演,主要运用插分GPS来定位,可以达到厘米级,这样就能顺利进行编队了,插分GPS的价格就相当不菲。 此外,为了达到多架无人机协同运动,还是要解决受识,导航,抗干扰及路径协调等诸多难题,这些难题的解决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呢,国内有的做无人机表演的公司,以前是生产消费及无人机的,结果销售不理想,转型做无人机表演,生产研发也是很大成本。 一行白鹿传媒科技董事总经理李志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无人机编队表演的成本,首先是无人机本身的硬件成本,每台飞机都是上万人的定制飞机,每一次验证,测试,飞机会有损耗。 比如,每次起降,上千块电池的充电放电,还有飞机的通讯方案,都会有花费,相当于每次起降都有数千上万费用,还不算意乱损坏的。 因此,在完美效果背后,其实付出是很多的。 记者了解到,目前,杭州也有创业公司在做这样的表演。 今年5月,在云七小镇举办的首届青年人科技深夜2050大会上,杭州若连科技用46架无人机整齐排列成2050的形状在云七的夜空绽放,职业背手轻松跃入2万。 电脑操控的无人机表演不常有,而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,人背起了无人机,成为手动操控无人机的职业背手。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,也穿过人山人海的BGM中,镜头从主人公的进景迅速拉升至所在地的高空航拍,这是前段时间不少网红的抖音标配小视频,也着实又让航拍火力一把,也是在抖音上。 我们还看到无人机送戒指,放鞭炮,叫龙虾,扎世子的营销,佩兰也不忘记自己打广告,需要飞手找我,网传无人机飞手轻松运入2万,越来越多人摩拳擦掌运入行,手动操控无人机的飞手分很多种,并不是所有飞手都很赚钱的。 背后有你想象不到的辛苦,一位行程知名行拍摄影师向记者介绍,行拍是我们最熟悉的飞手工种,需要专业的摄影技术和操控无人机技术,一般市场价在2000元到3000元每天。 如果用更专专业的航拍设备,价格在4000元到5000元每天,但是,需要拍摄更高画质要求的大制作电影,譬如《红海行动》这个级别的,大家的成品无人机是不行的,需要航拍公司自行研发,组装无人机, 单在与地面机位一样的电影,摄影机,这样的航拍,是需要一个航拍组来负责的。 有的航拍组包价,达到5万元一天,按天机费,可能要跟组一到两个月,但只收实际拍摄的天数的费用,为农作物喷洒农药的农业值宝机,也是现在用到飞手比较多的无人机项目。 但在浙江不多,新疆那边有很大一批人,在给棉花打拖业绩,广西也有不少人在做干装,水到等作物的飞房作业。 这些飞手的工钱,是按喷洒作物面积散的,几块到十几块钱一亩,如果单次大一千能做到上千亩,收入还是可观的。 据报道,中国有5万到10万的飞手,近50%同是农业之宝,电力巡线的飞手非常辛苦,很多电塔都在深山里,需要背着无人机负重爬山,拿的是固定工资。 我的公司里就有人是从电力转行,来做航拍飞手的,在以前科技还不发达的时候,负责高压输电线路的寻查工作属于高位工作,需要穿和班套检查。 现在巡线无人机,接替了巡警工人的一部分工作,但在飞手的领域里,属于比较辛苦的一种。 从欧峰用无人机给张子怡送钻戒求婚,的娱乐版,再到田间地头农棉伯伯,撒农药的好帮手,甚至用于送货,建筑测绘,工业监测,边境巡逻,短短几年间,无人机的商用领域越来越广,市场也越来越大, 无人机飞手被认为是野蛮生长的高薪职业,随着大疆等品牌的平民,及无人机越来越普及,市场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,一些常有无人机作业需求的企业会选择培养自己的飞手,对企业主来说更节省,而非雇佣职业飞手。 上个月,2018全球无人机大会在成都举办,会议介绍,截至目前,全国注册无人机数量达24万架以上,经过严格培训后的持照人员亦达4万多人,但真正是政上感的飞手并不多。 我